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在今天的天气方面呢 今天气温仍然十分的炎热 那么将近98、99度的高温 再加上比较高的湿度呢 真的是让人觉得又湿又热 那么下雨的机会在下午的时候会增加到20% 明天下雨的机会将会再会微微的上涨一些 总之若是没有下雨的话 就是会感到十分的又闷 有时又热了 好那么昨天发生在East Belway 靠近St. Augustine的地方呢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交通意外 而Harris County的Deputy 这名女警的车子被另外一辆卡车给撞到 结果女警的车子立刻起火燃烧 那么刚好呢 就在旁边有一个拖车经过 拖车司机看到现象之后呢 立刻下车来紧急将这名女警从燃烧的车中给拉出来 所以说若不是这名拖车司机叫Richard他的紧急行动 并且出现在对的地点 对的时间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警车上面还有这些枪弹 弹药 因此呢 后来车子在燃烧的时候 弹药也被引起爆炸 而且呢 有榴弹向外射出 非常的惊险 那么这个车祸还在调查当中 不过对方这个造势者两人受伤 再加上这名受伤的女警 三人虽然受伤 但是都没有性命的顾虑 好来看一下 这是Harris County文书人员呢 他们的错误 导致一名谋杀嫌犯 居然只以150块钱的保释金 就在狱外逍遥了 那么这一名Murder Suspect 就是谋杀案的嫌疑犯的法官 将他的保释金设为15万元 但是法庭内的文员 大概记错了 少了两个零 只有变成一万五千元 再加上保释金 通常嫌犯 只要付出百分之一的保释金 就可以得到在外等候 审讯的这个资格 所以百分之一 一万五千元 不过是150元 那么让这名嫌犯 叫Darris Sims 就逍遥法外 等到他们发现的时候呢 再将他重新逮捕 这一次法官将他的保释金 调为20万美金 发生在五月底 于Uvalde Robb Elementary的 学童老师屠杀案 Uvalde Robb Elementary的校长 昨天被停职流星了 那么因为内部调查明显的显示 校长明明知道 学校的这些安全措施 不合规定或是有待改善 但是校长叫Mandy Gutierrez呢 一直没有行动 或是改善这些缺失的安全措施 因此现在他已经被 Suspended 进一步更新的调查 是否要完全将他革职 好那么听众朋友 如果您是需要将自己的车子 开到大机场 就是Bush Airport旁边的 这些自行停车站的话呢 要特别留意了 因为现在已经有不少的驾驶人 表示当他们 把车子停在这些 Self Parking的停车场呢 回来之后发现 他们的Catallic Converter 不翼而飞 那么其中最明显的是 由市政府所经营的 这个叫Ecopark 那么它是位在JFK的大道上面 根据警察的资料显示 在过去一个月当中 就有55起案例 也就是说民众们将他们的车子 短暂的停在Ecopark的 Parking Lot 然后坐飞机 离开城市之后再回来 就发现他们的Converter 不翼而飞了 那么Self Parking Lot 要1500到1800 再加上他们的这个停车费 对这些居民来讲 市民来说呢 实在是义愤填膺 非常的不满 他们表示 City 就是市政府 应该要加强这个治安方面的巡逻 和对他们的赔偿 那么在这边呢 有一些Catelic Converter 被窃的数据啊 如果您真的是必须走大机场 要将车子停到这些Self Park的地方呢 尽量避免这些在JFK大道上面的停车场 因为除了Eco Park 它应该算是被偷数目最多的停车场之外 另外有一些数据是 比如说是这个Spa Parking 在JFK的上面 上个月被偷了Converter 7次 那么如果是Spa Parking 2 在Well Clayton这条大道上面呢 只有4次 但是是Spa Parking 1 也是同样在Well Clayton的话 没有被偷的记录 另外也建议您停在Fine Airport Parking 也是没有被偷的记录 所以主要就是 千万不要再去停Eco Park 在JFK大道上面的自行停车 好那么最后和听众朋友们播报的是 在昨天Dallas Airport出现了一个非常惊险的状况 一名37岁的女子呢 进到Airport的厕所 然后出来之后变装 开始拿着手枪向Airport内射击 向机场内射击 虽然没有击中任何人 好像她的枪呢是朝天花板射击 但是却已经将所有当时在这个飞机场内的游客呢 下得四处逃转 那么现在这名37岁的女嫌犯 后来被警方开枪制服 打伤 现在在医院治疗 整案还正在继续调查当中 好的亲爱的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